當然如果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 現在很多人很擔心 看到拜登有可能退選 而且民調也這麼低迷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川普真的有可能要重回白宮 他請教友民哥 其實川普在先前 他就對於美國 美元的強勢美元 他非常的不滿 他曾經批評說 這個美元強勢美元 是把美國的經濟推向地獄 也就是說如果川普真的當選的話 這個美元強勢的情況 就會出現反轉 確實有可能 第一個的話 現在距離美國的真正的一個底定 還有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裡面國際之間 應該都會開始去擬定 很多的沙盤推演 包含如果川普當選了之後 可能對世界局勢的改變 我們這邊比較著重在於 對經濟面的一個影響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最新的一個美國的華爾街郵報裡面 最近刊出了一篇報導 他這裡面就提到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Moshitola Moshitola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說語 就是Moshimo Trump Moshimo是如果 Trump是川普 意思就是說如果川 川普當選了之後 那日本到底會怎麼樣 那這件事情開始在日本形成了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討論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裡面 第一個要提醒大家 就是川普投顧的2.0版 他的第一彈叫做日本刷這彈 那為什麼呢 第一個 日本人認為川普的可預測性 真的非常低 因為川普他強調的叫做美國優先 所以一旦在年底美國大選的時候 川普上去的話 會對之前比較合作的美日同盟 可能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美日同盟的簽訂期是從安倍晉三開始 就一直延續到現在 但是對於這個衛爆彈 這個未來會怎麼走 那日本非常仰賴美國這邊的一個協助 包含像半導體的一個合作 跟其他的軍事的同盟 那如果川普在這一塊的話 要讓日本來自己搞的話 對日本來講 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那再來一件事情就是 各位可以去看 對國際金融的一個影響 主要就是日元跟美元之間的消漲 我們在計算所謂的美元指數的時候 是把美元指數跟一欄子貨幣 來去做對比 一欄子裡面就包含像日元 瑞士法蘭 澳幣 或者是歐元等等 那最近的日元 大家也都知道 一直貶到了161.95 非常非常的這個扁到非常的低 那有其中幾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的話 當然就是因為美元相對 還是比較強 因為美國都一直沒有降息 所以美元相對強 日元就比較弱 但是我認為這個不會是 主要的原因 真正主要的原因就是 日本留在海外的資產 非常非常的多 都不願意回到日本 我講幾個數字給各位聽 第一個部分的話 日本第一季的GDP是-0.7 那大家會覺得說奇怪 負0.7不好 那為什麼會負0.7 你明明日幣貶值你的出口 應該要 對出口比較有利 對 應該要出口比較有利 結果各位發現 它的GDP的佔比裡面 它的出口只佔了21% 佔比好小 很小 對 所以它的出口 真的沒有那麼 大家想像中的多 第二個部分的話 你日元貶值對觀光會很好 對不對 那觀光會帶動國內經濟 但是會發現觀光的基期墊高了 所以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話 又變得沒有起來 那我們剛剛講到了一個重點 日本人非常喜歡到海外去投資 也就是說 在以目前的國際資本站來看的話 日本在海外的資產 大概是10.48兆的一個美金 但是海外的負債的話 是7.48兆 所以這樣子一減出來 一個是7 一個是10.8 一個是7.4 所以減下來的話 日本的淨海外資產 是近的 是3.4兆美金 各位3.4兆叫多還少 世界低 所以也就是說 日本人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 那也就是說 現在的日本人 根本不喜歡留在國內投資 他們把錢都放在了海外 海外 對 那我如果繼續放在海外的話 1990年代 日本的真正的海外投資只有17% 但是到去年年底的時候 已經高達40.7% 所以也就是說錢都不願意回來日本 那自然就不會對日幣有需求 好 那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 主要是告訴各位 如果剛剛像斐魚所說的 川普的立場 是所謂的強勢的一個海外的貨幣 弱勢美金的話 那他會不會逼日本去 做升值的動作 包含你的升息也好 包含你不管用什麼樣的一個方法 護盤也好 你必須要讓你的弱勢日元能夠起來 讓我的美金能夠下去 這樣子對我的海外輸出才有幫助 出口才有幫助 那這件事情就會引起國際之間的大地震 因為那麼多去借日元 海外投資的人 就一下子突然要回到日本去 那這個就會形成國際之間 很大的一個動盪 好 另外要再請教友明哥 如果川普真的當選的話 美元走著 那麼錢會跑到什麼地方去 跟他走是相反的黃金嗎 好 那2.0版的第二彈 就是美債不再是送分題 因為經典度最大的一個送分題 叫台積電的1000塊 那第二大的一個送分題的話 是不是就是美債就是反正就去買 那美國一定會降息 所以美債就一定會賺錢 這個是現在目前市場上 大家認為的送分題 但是已經實現了一題了 那另外一題到底是不是open book 我們就要特別去看 因為放在美債的錢太多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人都在等美債 可是問題是在2月1號的時候 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之前 美債跟黃金基本上 它的報酬率差不多 但是過了2月1號之後 黃金的報酬率在這裡 大概結算到7月4號的話 黃金的報酬率是14.3 那如果以美債 我們把它變成價格 而不是殖利率的話 它其實從這個地方到現在 今年度是負的4.6 他們之間的一個差距 將近快18% 也就是要2成 那我們回過頭來 川普到底會不會改變這個狀況 結果答案是 如果川普一旦有上去的情形之下的話 他第一件在做的事情 可能不是降息 他第一件在做的事情是關稅 也就是說他會提高 所謂的進口關稅 因為他還是實行所謂的單邊主義 也就是說他在國際貿易上面來講的話 我個人至少門前選 然後你最好都到美國來投資 那也就是這個關稅的情況之下 會把所謂的什麼進口成本給墊高 所以他們就會有輸入性通膨 就輸入性通膨 那你通膨我們不要說是不會升 就至少不會降 這是第一件要注意的事情 第二件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他的移民政策 他的移民政策裡面限制了很多 比如說墨西哥這邊的移工 那如果說今天我都要由美國這邊 來提供我的工作機會的話 勢必他的工資水準降不下來 因為移工的工資水準一定比美國 當地也要來得低 所以也就是這個地方薪資的一個墊高 至少對通膨來講也是一個反撲 第三件事情還是有一個很嚴重的狀況 如果今天川普當了總統 那現在目前的共和黨的最大黨 目前參議院的最大黨是共和黨 那也就是說總統叫做川普 然後共和黨參議院裡面又是共和黨 那基本上是一條邊 那一條邊的情況之下 以後在討論所謂的政府預算赤字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會把上限提高 而且不會有很大的反對阻力 當初2016到2020年的時候 川普在當總統的時候 因為參議院他還沒有掌握最大的席次 他的共和黨 所以民主黨會制衡 所以他的政府關燈了幾次 但是現在如果說不用關燈了 那債務上限一旦提高的話 美債就可以一直印美債 那印美債的情況之下 美債會不值錢 那接下來的話包含惠譽也好 包含很多的你去看到標普 就會調降美債的平等 所以原本市場應該很期待在下半年 如果9月美國可能降息的話 美債應該會上來 我覺得基本上降一次是非常有可能 不會到不降 那降的話殖利率會下來 美債會反彈 可是你說會不會像大家所預期的 這個地方翻輸就考100分 因為他沒有什麼道理就一直的 這個美債就價格一直上 然後一直往下降 這個殖利率就一直往下降 因為債信也是一個考慮 通膨反撲也是一個考慮 那錢會跑去哪裡 錢到最後就會去跑進 抵制通膨的東西叫做黃金 對 好 剛剛有名哥帶我們看到 現在大家都認為金融市場 最大的一個變數就是 美國前總統川普 很可能會重回白宮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麼美元可能往下走貶的機率很高 那麼到時候美債的一個走勢 可能就要多加關注了 在上海AI大會登場了 那麼特斯拉的人型機器人 Aptons第二代也首度的亮相 而且有名哥 他明年要生產1000個機器人 那麼台廠可以因此受惠 都會受惠 因為最近這一段時間的一個 機器人的體材又再起來 前一陣子他們有休息 這陣子起來 那現在的一個世界上 我們對於人型機器人也好 或者是生產自動化的機器人 大概是分兩個陣營 一個是長期耕耘輝達的供應鏈 那這裡面包含像比如說 黃仁勳這個點名的 索羅門跟廣民 廣民當然就是他的子公司達明 那再來的話 長期耕耘特斯拉的一個系統 從自動化到機器手臂 轉型成功的 就是比如說盟利跟核大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因為機器人一定是未來 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但是現在都沒有獲利 所以也就是所謂的本夢比 那這一段時間裡面 重中之重一定是在機器人裡面 最重要的感測模組 那這裡面包含視覺距離 跟力學的一個測量 那我們來看一下索羅門 因為前一陣子飆很兇 所以吸引了很多的空單 因為大家認為你不賺錢 那最近的空單強制回補完了之後 我們就要觀察 它的股價如果不跌反漲的話 對整體的機器人來講是加分 那第二個的話 在機器人手臂 日本有一個技術叫Skara 那這一塊就是水平關節 那這裡面的代表廠商 當然就是所謂的達明 那當然他的母公司就是廣民 那廣民第一季只賺了0.78 股價最近在整理 那你說這些股票 會不會本益比過高 目前市場上不認為 因為是趨勢 那接下來特斯拉這裡面 包含像驅動模組裡面 伺服器馬達 或者是減速機 驅動機等等 最重要的一個代表就是盟利 那盟利的第一季 其實也沒賺錢 0.06 0.06 對 但是很多人在想 那你加減還賺一點點錢 那為什麼股價可以一直漲 因為沒有賺錢的已經上了100了 所以有賺錢的公司 但是上90變得很便宜 所以我們今天回頭來看 一個賺0.78的已經到了100多 一個賺0.06的補漲到了90 所以現在機器人 已經顛覆了所有人 對股價本一筆的一個評價 大家是用剛剛這個魏良所說的 比如說